这是世界上最隐蔽的庇护所 它深藏在两米深的地下 全屋利用800根纯原木打造 里面的设施不但一应俱全 外部更是完美的和环境融为一体 刚毕业就失业的罗斯 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 他决定在野外搭建一座可以过冬的庇护所 而灵河搭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只见他挑选了一块平坦的土地 用绳子开始划分出大带的区域 随即拿着家传神器开始猛烈的袍地 由于黄色的土壤特殊的质地 让罗斯没费多少体力 很快就挖出半个人高的机坑 这还没完 他继续把剩余的泥土清理干净 因为是地下庇护所 所以深度还是有待挖掘 直到形成四四方方的母娘 远处一颗品性纯粮的树胸 早就已经被他箱中将其结成所需大型 顺手再来套去角质服务 把不干净的东西通通刮定 为了能让庇护所百年度它 所有的立柱底部都需要进行碳化处理 直到烧到乌漆麻黑的橙色 就可以稳稳地将它放入机坑中 底部再用黄土进行夯实 罗斯一连按了四根承重住 看面积起码能有个仪式一听 接着用锯子打个前阵 再用斧子进行整顿 就可以将带有凹槽的横梁 精准地卡上去 顶部再用十厘米长的钉子加固 只有环环相扣才能相亲相爱 有了结实的石木框架 搭建屋顶就简单许多 不过眼瞅着天色慢慢暗淡下来 它先是把一侧铺垫上防水坡 然后在底部搭建几根原木来充当床体 今天暂且休息一晚 第二天一早就已经开始忙活 这百来根原木将是搭建屋顶 以及四周墙体所用的材料 不过在安装之前 来回进出不是很方便 它先是用铁锹挖出个门廊 这样搬运就会省事许多 为了能更早地住上新家 它选择搭建这种平面屋顶 这种平面屋顶可以节省很多材料 且搭建过程十分简单 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把屋顶码得整整齐齐 好之后它在门口挖出对应的机坑 再用力柱划分出大门的位置 现在看起来就没有垮它的风险 考虑到这里的沙土比较柔软 今天罗斯特意带了一卷细薄棉 带给测量好大体的高度 就可以裁剪出对应的尺度 每一面墙壁都用锡纸棉隔开 既可以防止沙土掉落 也能方便后期的回填工作 带得把准备工作做好以后 它开始排列粗状的原木 好在罗斯常年练习举铁 扛个百来金的原木丝毫不慌 而且每搭建一层外部都要用泥土为填 都说慢工出细活 在罗斯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好在这里的木材十分丰富 这让它搭建起来毫无尺度 尽量把每个细节都要到位 随着顶部的框架搭建完成 前面也预留出来窗口的位置 恰巧今天父亲过来探班 看得出来他对儿子的作品很满意 当即自己又露了一手 看着手法也是相当给力 果然是虎乎无全 随即罗斯在顶部铺垫上防水布 带着把边边脚脚收好后 开始用泥土做回填 饱暖的同时又能防止雨水的渗透 带着把屋顶都填满 天色也是渐渐黑了起来 他先烧上一壶山泉水 趁这个功夫 重新整改一下自己的石墓床底 为了能让自己更加适应野外环境 罗斯就打算一直居住在这里 直到用自己的双手搭建出温暖的庇护所 随着整个木屋喜丰经顶 内部看起来也宽敞许多 罗斯打算给内部做装修 当下要做的就是置物架 为了不占用更多的空间 搭建墙壁一侧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就可以放一些生活物资 然后他把室内的渣土清了一番 再挑选几根细长的原木 来给庇护所当作龙骨 将其间隔着排列好 就可以给室内铺设好地板 一根根细木棍蓬蓬蓬蓬定上去 虽然不是用的木板 但好在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随着将木板铺垫完成 室内看起来规整许多 为了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他用力柱拼接成床腿 重新给自己定制了一套大床 躺上去试了是比之前都舒适很多 随即他开始扩充整个门廊 为了避免泥湿流的风险 他把两侧都挖出个台阶 开始用原木修建成挡板 这种挡板可以提升庇护所的防风性 以后就算冬天来临 他也能照常居住 虽然搭建房子不是轻松的活 但罗斯还是坚持自己的严谨 都会用泥土进行回田加固 这样不仅大大增加隐蔽性 而且屋子也是相当的保暖 这一干就到了晚上 天气也慢慢冷了起来 不得已先要点上篝火 先得自己补充卡路里 隔天一早罗斯就拿来了壁炉 他可不想晚上又被冻醒 看着满地枯黄的落叶 冬季也是要悄悄地来临 罗斯开始找个合适的角落 准备在屋顶弄个烟囱口 只见他把屋顶凿出个缺口 然后找来比他还要高的烟囱 将其与下面的壁炉连接好 接口的地方还要用铁片进行固定 这种铁制烟囱不仅安装简单 而且还能起到防火隔热的效果 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 随着烟囱冒出一缕鸟鸟吹烟 罗斯顺手测量出大门的尺度 他打算先在上面安装的门框 毕竟大门的保温工作十分重要 稍有疏忽就很难度过这个冬天 一口坐气的他并没有休息 直接用剩余的木料 三两下拼接成合适的木门 虽然门是小了一点 但一点也不耽误进出 毕竟主打的就是一个隐地 而门口一侧的空隙处 继续用木棍进行填充 直到给全部密封完以后 这才开始忙活今天的晚餐 毕竟有了壁炉的加持 让他做起美食也是得心应手 室内有了室宜的温度 就算晚上穿半截袖也不会冷 第二天一早 白雪覆盖在整个大地与树木之上 螺丝早早起来就开始打扫战场 没想到冬季的雪花说来就来 这让螺丝脆不及防 为了让屋子更加保暖 他在门框上安了一圈隔热棉 这样就不会有四处溜达的小风乱跑 最后在门板上加上一层吸薄棉 这才算是严丝和缝密不透风 爱得安装好窗户以后 室内的采光通透很多 整个屋子虽然小了一些 但是聚暖性更好了 随即他劈砍一些木材 毕竟在漫长的冬天里 室内都要有适宜的温度 看着壁炉烧得越来越旺 螺丝顺手用棉条给缝隙出进行填充 历经一个月的时间 螺丝也算是有了温暖的家 高兴得他当即奖励自己一顿美餐 当鸡丁下锅的那一刻 实话实说我是羡慕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宫网鸡丁吗 看着螺丝吃得津津有味 这就是令人向往的生活 至此螺丝的地下庇护所完成 当战争来临时 这个搭建在地下两米深的庇护所 保准不会被轻易发现 里面不但可以容奈一人生活 外部更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由于上一个悬崖庇护所太高 生怕一走一过掉下去 阿伟不得不背上行囊重新启程 他找了一块开阔的空地 这回打算建造个秘密基地 只见他先用铲子开始挖掘土地 由于这里的黄土特殊的质地 让他挖起来没费多少体力 很快就挖出个四四方方的基坑 看样子起码有个仪式一听 趁着天色还早 阿列准备在上方挖个楼梯 毕竟这种搭建在地下的庇护所 虽然保温性很强 但没有楼梯行走十分不便 严谨的他修建得十分整齐 每一层阶梯都冷脚分泌 又顺手在一旁挖了个烟道口 然后他绑来几根手臂粗的原木 将其结成所需要的长地 这就是搭建庇护所的承重主 不过在这之前要挖几个半米深的洞口 然后将力柱稳稳地放进击坑里 底部用黄土给夯得结结实实 阿伟一连按了六根承重主 这也注定庇护所的面积不小 随即他将所有的力柱找平 就可以找来精壮一些的原木 用劈材刀凿出对应的凹槽 再把原木精准地卡在上面 交界处用十厘米的钉子进行加固 现在只需要用木棍一根根搭建上去 就能形成中间高两侧低的三角形结构 完成好这些以后 他继续绑来成群结队的竹棍 然后用锯子加工成合适的长度 这些绿油油的竹子就是最好的建材 由于搭建框架使得他十分严谨 这让他搭建墙体轻松许多 要说荒野生存分段位的话 阿伟绝对是个王者 无论是铺设的手法 还是设计的思路 都能做到完美无瑕 而且还都就地取材物尽其用 把凌原构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很快就完成了四面墙体的搭建 最后再给壁炉来个精装修 给灶台安装个齐刘海 然后用黄土对着水搅拌在一起 将空隙处进行有效的密封 上方的烟道口也没落下 继续用石头向上雷起 带得完成好以后 他把竹棍结成腐墟大小 开始用它们搭建屋顶 一根根竹棍整齐地排列上去 交界处再用竹条进行加固 看着阿伟认真干活的样子 相信很快就会有个温暖的家 在充满节奏的敲击声中 很快就完成了整个屋顶的搭建 现在从上往下看归整许多 随即他在门口钉上两根圆木 准备在大门位置修建挡板 这种挡板可以提升庇护所的防风性 以后就算冬天来临 他也能够照常居住 虽然搭建房子十分的累 阿伟还是坚持自己的严谨 每一片尺寸都拿捏得整整齐齐 完成好两侧的屏障 他随手又削了根木棍 然后在室内定出一个框架 接着把木棍结成小段 一片片整齐的码上去 要说小伙精神在 到哪都是实力派 他用精湛的手法 将手臂粗的木棍加工成片状 然后一片片固定在整个门框上 虽然看起来略显粗糙 但结实程度完全没得说 放上去试了是大小刚刚好 现在只需要把底部的空缺处加上挡板 然后用黄土进行回填 安全感妥妥的直接拉满 再把顶部铺垫上一层防水薄膜 虽然是条件有限 但是初心不能变 能临缘够的坚决都不花一分钱 用黄土将整个屋顶进行掩埋 为了提升整个庇护所的氛围 屋顶都要插上几根绿油油的小草 这么一个坟头庇护所完成 保准一走一过没有人能发现这里 忙碌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他把今天抓捕的河虾串联在一起 放在灶台上进行加热 要说小火体力好一天三顿小烧烤 看着鲜嫩的颜色你流口水了吗 吃饱喝足以后 在火炉的温暖下 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仅用了三天时间 就把一座大山内部掏空 打造出精致的地下皇宫 全屋还配备了高端的地暖系统 在这里睡上一觉嘎嘎精神 不想工作的王德发 只想来到荒野安个家 他发现了一座罕见的黄土高坡 其坚硬的土质住起来绝对没得说 避制不住建造基因的他 当即决定在这里建个小窝 德发一言不合就开挖 就这生猛的挖掘技术一点也不航 这片介于坚硬和松软的土地 也给挖掘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不一会的功夫 一个生动就呈现在眼前 用木棍串上细线 以一点为中心画出个圆形轮廓 铲子在建国的操控下 精准的凿着每一片泥土 很快一个不大不小的摊桌岗 由于整个山洞近深十米以上 为了搬运泥土更加方便 他特意找来两根加长的原木 来给庇护所制作的滑轮锁道 首先就要用木锥子固定好轨道 带着把滑轮安排上去 整个轨道看起来丝滑许多 就算坐上一个人都没有问题 这种现在科技与传统手艺的结合 让他节省了很多体力 但是他根本停不下来 完全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 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必把铲子在手里舞动的虎虎声微 很快就凿出来弧形的大床 以及可以放蜡烛的避灯台 主攻圆灵设计的德伐 真是一双巧手拯救所有 他继续给整个室内做了精装修 此刻放上去几根蜡烛 温馨中还带有一丝豪华 有了宽敞的山洞别墅 当然少不了生火做饭的灶态 要说小伙精神在 在哪都是实力派 从他建树的身躯不难看出来 一个人堪比一个施工队 很快就打通与上方连接的通报 从这个深度不难看出来 离地面最少有个三米以上 严谨的他修建的十分整齐 每个角度看都棱角分明 一口作气的他并没有休息 继续在壁炉一旁打通火 为了使其更加聚热 整个线条凿得没有特别宽 直接连通到一旁的土炕上 从德发这个手法上来看 最起码有一困念的瓦匠经验 但凡少一天都达不到这么精准 带的整个凹槽都打通了以后 他用卷尺测量出大概的长度 然后找来成群结队的竹筒 将其结成所需要的长度 并且竹棍一端都要凿出孔洞 使其手尾相连放进预留好的凹槽里 形成一个完整的竹筒地满 不过在预埋之前都要安插上木栓 随后开始给床体进行覆盖 当床体被安排得足够平整 就可以把导热孔逐步打开 接着用粘土继续进行覆盖 直到把整个导热管全部掩埋 德发这才长来干燥的木材 老样子先给壁炉进行烘干 随着火势越来越旺 每个孔洞都开始热流涌动 德发看上去也十分满意 随即用线绳将竹条一片片地串联在一起 不得不说这么优质的男人 找不到野生的婆娘真是一种损失 很快就得到一张竹子凉喜 睡上一觉嘎嘎精神 来不及休息的王德发 又到野外找了一根躺平的树胸 二话不说直接开始沟通 很快搬回来两个大小不一的木墩 一个用作餐饮刚好合适 一个则是打出孔洞连接上木棍 来做个野生的亨特神器 带着把地面找到平平整整 他随手又给壁炉加了一点干柴粒 忙碌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只见他把超市打折时买的香肠串联起来 然后用小刀切成片状 起锅烧油放进去煎炸一番 直到煎炸至两面金黄 德发这才吃上香喷喷的美食 看着德发吃得津津有味 随即喝上一口热茶 这小日子过得可是风生水起 盖上跟着自己多年的被褥 在整个地暖的烘托侠 德发安详地睡了过去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只是因为多看了一眼这个石洞 就将这里改造成合适居住的家 里面不仅有气派的石木大床 还铺设了宽阔的木板道路 以及可以做饭的黏土壁炉 由于上一个地下庇护所太像坟头 网友们都说住着过于阴冷潮湿 阿伟不得不背上行囊重新启程 他发现一处天然岩洞 结实的墙壁让他充满了安全感 当即决定在此安家落户 只见他先把四周杂草清理干净 带着清理出一块空地 他用铲子开始挖掘起来 由于自身良好的体力 让他挖掘起来轻松许多 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规划出平整的地面 随即去附近撂倒几棵不成材的小树 看着阿伟的手法还是张弛有步 很快就绑来成群结队的圆木 将其加工成合适的长度 再用劈材刀把圆木一端削尖 就能得到最结实的顶梁柱 现在只需要将其稳稳插进机坑里 就可以给整个岩壁当作立柱 这样才没有被躺板板的风险 阿伟一连按了四根承重柱 然后用衡量将彼此串联在一起 来增加框架的稳定性 带的把抄出来的巨调 还有箱中远处一棵躺平的小树 直接来的套灵魂的服务 然后将其分别结成一小段 按照这个方式 他又收集来更多的木料 体力充沛的塔 一转眼就聚了摆来根木桩 这些都是用来搭建墙体的最好建台 能够在荒野生存下来的 都是顶级的建造着 他们能有效利用周边资源 把灵源构的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就地取材物尽其用 来为自己创造良好的条件 阿伟将泥土充分的搅拌好以后 也开始了正式搭建的时刻 混合着小木桩 一层木头一层泥的搭建 这个步骤不仅看起来解压还很酸爽 在他一直专注且耐心的重复中 不知不觉中就堆砌了半个人膏 就这造型有密集恐惧症的 看了直呼受不了 很快就完成了两侧墙体的搭建 得以于阿伟在荒野坐拥几个豪宅 有了丰富的经验让他搭建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无论周围是什么样子的环境 都能完美地利用起来搭建一座温暖的家 现在从正面看已经有了大概的雏形 随即他将室内的地面进行扯平 从这个手法上来看 最起码有一坤年的功力经验 但凡少一天都做不到这么平整 得益于之前剩余不少木桩 阿伟干脆一度做二补修 直接用来给自己搭建个床体 躺上去舒适中透露着一股奢华 戴得完成好以后 他并没有休息 至于大门的制作 阿伟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只见他找来手臂粗的原木 再加工成所需要的长度 这就是用来制作大门的材了 随着充满节奏的敲击声中 他把包好的原木拼接在一起 虽然看起来没有不于华丽 但是安全感这块完全没得说 现在只需要安装好合适的转轴 就能让彼此百年好合不离不弃 既然要长久地居住下去 合适的灶台肯定少不了 在阿伟看来只有木桩加粘筒 搭建出来的灶台才算得上完美 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 先给壁炉进行烘干 随着一缕鸟鸟吹烟升起 阿伟顺手找来两根粗壮的木墩 准备在门口做个餐桌餐椅 爱干净的阿伟又将切好的木板 一片片铺设在粗糙的地面上 严谨的他里里外外都没有落下 现在看起来整个地面归整许多 感觉不用打扫都很干净 忙碌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他拿出捕猎剩下的小鱼 这种小鱼十分昂贵 每一千克就有一公斤 带到烤熟以后肉质Q弹 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至此阿伟在野外坐拥七的百万豪宅 现在睡觉就差个婆娘 好